大家好 恭喜發財 今天還是新經頭 在這裡代表三十個鄉市委員會 首先跟大家拜個年 祝各位在座各位 每一位 每個都伸出大吉 家家行大運 萬事如意 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家庭後福 其實每年都來 村長 很榮幸 今次又過多久 二百十五位 村長 明年沒有地方買 你擺哪 明年放在村口 好事來的 看到連麻坑的村眾 對於這條村的熱誠 和關心 這麼踴躍 在我們沙達區來說 都是一個光榮 我本人身為沙達國安市委員會主席 亦都與有名言 就是說 能夠幫連麻坑做一些工作 希望能夠 和村長的協助之下 能夠把連麻坑村搞好它 剛才村長都說過多少 在禁區開放上面 其實還有少少功夫要做 就是 大家都進來的時候見到 那條路 還有七百邊 都做禁區來的 現在我們要做的工作 就是希望 能夠開闢另外一條路 就不用經過這條路 而進來連麻坑村 這就為止 正正式的開放 希望這件事 我們盡快的時間裏面 就會做到 這件事就是 村長也會很密切地跟進 希望在短時間裏面 能夠達成見望 但是大家回來 那一刻呢 就方便很多 另外有關鄉村的法治呢 其實我們三十個區裏面 很多 就關於鄉村的規劃 和 政府現在的規劃 實在對我們的鄉村 是有點不同的 但是我們 深入鄉社會 也跟村長呢 有一個謹慎的原題 就希望能夠 將我們的規劃搞好它 希望每一條村 都留下一個適當的發展 每一條村 都留下一個希望 人口多 那麼那個鄉村 譬如在外國 鄉村的鄉村 想回到自己這條村 住下的 去生活的 希望都能夠達成這個聯望 那這就是 我們三個鄉社會 對於每一條村的期望 不過不要說睡了 快點睡了 所以我這裏呢 就阻止大家多時間了 因為有些嘉賓都來了 有一個人 我們最近的熊塵 那麼 新界的草蠔 江強 侯之強 主席 希望他能夠和你們 大家說 兩句好不好 給他什麼說 參加會 都沒有死 好